今天的冥想将引导您进入一个深度放松的状态 帮助您在紧张的一天中找到平静与安宁 这是一段专为助眠设计的冥想 通过深呼吸、意识集中和感恩练习 您将逐渐放松身心,进入深沉而安宁的水面 无论您是因为压力、焦虑或是情绪困扰而难以入睡 这段冥想将为您提供一个宁静的避风港 不需要依赖任何外部刺激 您可以通过这段冥想 轻松地将自己的焦虑与紧张释放出来 让自己在每个呼吸中找到安宁 并逐渐沉入甜美的梦想 如果您对冥想感兴趣 不妨给我一点小小的支持 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吧 欢迎来到这段助眠冥想 我邀请您找到一个舒适、放松的姿势 感到温暖和安逸 现在 慢慢地 深吸一口气 比今天任何时候 吸的都要深 当你吸气时 轻轻轻闭上眼睛 呼气时 感受空气 完全从身体中排出 再深吸一口气 比之前更深 在吸气的顶点 注意那里存在的宁静 然后呼气 在呼气的尽头 感受那里的静谧 继续这样呼吸 感受每一次 呼吸的顶点 和底部的自然静止 让它 让它 把你拉回当下 用来开始 平静你的能量 现在 给自己一个许可 放下刚刚还占据你心神的一切 你不需要去任何其他地方 也没有其他事情需要你去做 此刻 允许你的思维 平静下来 准备 准备休息 继继续慢慢的 深呼吸 感受每一口气流 流经你全身的旅程 从头顶 到脚趾 每个肌肉 每个肌肉和每个细胞 都在呼吸 注意到 身体中可能存在的压力或焦虑 关注那些 可能酸痛或紧绷的部位 开始对它们进行深呼吸 放松你的眉头 松开 松开紧咬的牙关 弹开双手 注意身体中 可能还有紧张的地方 对它们进行深呼吸 并允许呼吸释放这些紧张 给这些紧张一个 放松的许可 现在 让呼吸 回到自然的节奏 和模式 但保持 对它的关注 让它 成为你入睡的锚点 现在 我们要为今晚的睡眠 设定一个意图 我们 我们经常躺在床上 担心睡不够 或睡不好 但我们关注的东西会扩大 所以 所以 换一种说法 越是关注某件事 我们越会体验到它 因此 此刻 我邀请您 设定一个积极的意图 专注于 你想要的那种睡眠 平静的 平静的 休息充分的 深沉 而放松的水面 让这个意图 现在 在你心中扎根 并让那种平静 放松 和舒适的感觉 浮现出来 在接下来的冥想 静默阶段 回想一下 今天 或最近 发生的几件 让你感到感激的事情 也许 你感激自己的健康 安全 或是你愿意花时间 进行自我护理 慢慢来 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感受这些 感恩和愉悦的感觉 让他们 温柔地 引导你 进入睡眠 祝你 美梦成真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小平 我是小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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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